岁末年中大扫除的档期 几乎每天都排满满的清洁公司的电话 真的接到了手软了 由于这一次年假很短 再加上现代人忙懒得打扫 清洁公司预约的人数暴增还破了纪录 业绩跟往年相比成长了三到四重这么多 每天订单电话破百通 而后补已经排到了五十几组 甚至有人去年十月就抢着来预定打扫的服务 一通接着一通清洁公司人员电话接到手软 农历新年将近清洁公司忙翻天 每天都有客户预约年前大扫除 桌上订单满满满过年档期 从去年就开始抢订 预约晚了农历年想请人帮忙 很抱歉有钱也没花到 今年的过年比较早 所以今年会发现说到十一月十二月份 在十二月初的话几乎都已经是暴增了 那现在目前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排到五十几组的后部的阶段了 清洁人员几乎片刻不得闲 行程排满满 一月每天至少跑三四十场 业绩比往年暴增三到四成 光一天订单电话就破百通 打破历史记录 等我们有空了想要找清洁公司的时候 就已经过了时间了 过年到了要提前了 两个礼拜前吧 要抢清洁公司帮你打点 今年比预约年菜还热门 往年后补人数顶多二十几组 今年双倍成长 已经排到五十二组 有人去年十月就抢先预约 强供居家清洁四百亿元商机 清洁公司到宅服务行 想要预约手脚还得快 破纪录的清洁服务 凸显现代人工作忙 花钱代劳正行 记者吴嘉雯胡卫婷 台北参访报道